1907年 湖南长沙 山雨欲来 局势动荡 一天 长沙修业学堂里 一位30岁的监客老师 正面对全校师生慷慨陈词 声讨袁世凯 对外屈膝卖国 对内复辟地质的种种行径 讲到动情处 声泪俱下 沉痛而悲愤 台下一位14岁的少年 被这位老师感动得热血沸腾 忽然间 令人惊心的一幕发生了 他说当时他讲得非常激动的时候 跑到厨房里去拉了一把菜刀 把他的左手给断下来了 而且写了一个 非福大楼出租中华八个字 如此血腥之举 让课堂里的14岁少年 瞠目结舌 心声敬畏 他就到处就打听 打听了说这个人是谁 这个中年人是谁 后来就说知道他叫徐特利 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对他增进起来了 当年的这位14岁少年 就是毛泽东 几年后 他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长沙颇有名气的 长沙师范学校 而这个学校的校长 正是几年前抽刀断指的徐特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统第 oops 演统的成绩 被 llamin 廓 Uk 侯南地 Oliver 师范学校 来好多人学生呢 去读书啊 都是贪多 看完以后 去请不闹堂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事情 mailing人 就是说了 读书 要布 就提出了两个 一个是不动笔 没有不读书 第二个是定量有痕 主席他就是实践的 就是我祖父这两个读书的体会吧 所以他说最深的 最有效果的就是毛泽东 整个这个学校就是毛泽东 他其中有个人叫能理学 他一共才大概是十几个 十一二万字吧 他说光他读的里面写的 心得体会每一批 就有一万多字 后来他们好多 这个倒是不一定 我听他们开玩笑 后来就说有二十是死 后来就写出 前个世纪不是出来了吗 他们好多人知道这情况都说 这就是那个 受许老的这个都不动笔 我不动书的印象 1912年 徐特丽和好友江继桓 一起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 那时因为一直以教书育人为业 并且在长沙创办了多所学校 徐特丽在长沙教育界 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 长沙王 在长沙师范学校 奔着长沙王前来求学的 除了毛泽东 还有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 田汉 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喜欢写东西 后来他们就叫什么 写的一个东西把他们就写的这个 贴在这个玻璃窗上 叫窗户报 这是有一次把他们就把那个写的那个窗户报上写的一首诗 把两个教员跟他们校长 就是我爷爷啊 我祖父啊 都砍到他的诗里面去了 这两个老教员都特生气 就非得要说 就找我祖父要处罚他们 要走不利 我祖父说看看这也没有什么恶意啊 就是觉得看了那首诗 好像也没什么恶意 就找田汉他们谈了一下 他说 这写文章啊 应该就是不应该五文弄墨 像那个过去的那种文章似的 咱们要用到灯挣到啥 不久 田汉的多篇窗户报作品 被收进了徐特丽主办的教育周刊 徐特丽也因此 对这位颇有些才气的青年人 青睐有加 格外关照 后来以后又发现他喜欢看 喜欢写也喜欢看 但又没钱买书 以前那个买书 像他们这些人可能都是有那个 买书就写了一个什么折子 那时候叫折子 这么一拉开 折子上 完了以后到一定时候 就是书店来结账 我祖父就把他买折子的 买书的那个折子给田汉了 他说你需要什么书 你就写上 完了他去付款 到时候就给付款 而且他发现去田汉 对这个文明系 那时候我就开始文明系的那个有 就特别有这方面的兴趣 我以前到那个是 长沙来的时候 来文明系的时候 他就去买的票 带着他们去看 带着他去看 1916年 在得到徐特丽的资助后 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田汉 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 两年后的1918年 同样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毛泽东 进入北京大学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 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1919年 42岁的徐特丽 选择留学法国 成为众多 复法勤工俭学的中国人中 年龄最大的一名留学生 1927年5月21日 湖南长沙 枪声骤起 火光冲天 国民党第35军 驻长沙33团团长 许克祥 率兵 对长沙的共产党人 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 发动了突然袭击 史称 马日事变 长沙 顿时陷入白色恐怖 此时 在长沙教育界 素有长沙王之称的徐特丽 放弃了 在长沙三所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 以51岁的高龄 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且服从安排 从长沙赶到南昌 筹划南昌起义 到了南昌的时候 那时候总理啊 什么叫什么 贺龙啊 就派人呢 就把他接到那个 起义总指挥部 江西大酒店 当时至光景要 大人很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把地方的那个 就是省里面的那武装啊 能够拉过来 我祖父就自高奋勇 他说他去做那个 江西省代理那个 叫什么 代理主席吧 的工作 此时的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 江继桓 正是徐特丽多年的至交 1912年 两个人共同创办了 长沙师范学校 学校成立后 徐特丽当上了校长 而原本身为长沙县知事的江继桓 则因为坚持原则 而得罪了当地官员 后来以后吧 就被罢官了 被罢官了以后 他的为政也挺青年的 所以就后来以后就没有 被罢官以后 就生活就很没有着落的 而且他父亲吧 就是他父亲也生病 完了就家里又接不开过 我祖父吧 就给他送了一些 生活的一些东西 另外给他父亲看病 最后把他学校的校长的位置 也让给他了 他说你不嫌弃的话 我就把这个 你就来当校长 所以后来他自己 他说我 因为这个实际上 也是我祖父的 耐以生成的经济基础 所以他就 他说我没关系 我去教书去 所以他就 因为他原来就是还在学校的地方 长沙师范 好多学校的 很多学校的 真的就是请他去教育 聘他当教员吧 1926年 北伐的枪声响起 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江继环 离开长沙师范学校 加入了北伐的队伍 并且最终随着军队 从长沙来到了南昌 当上了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 一天 正在和周恩来 贺龙一起筹划着南昌起义的徐特丽 决定去拜访一下 这位多年的指教 我祖父就写了一封信 给江继环 给了江继环以后 把江继环拿来收了这封信 就派了一个四台大轿 就四个人扛着那个轿子 把他接到他的公馆里去了 所以两个人嘛 就反正就谈了一晚上 就是讲他就说 祖父就说他 你还要保持你那个与世 就是你 就辛亥革命以来的 与世俱进的这个精神 这个讲了一些国民党 是怎么这些 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希望他能够放弃 这个高光河落 来个参加南昌起义 最终身为国民党元老的江继环 听从了至交徐特丽的建议 加入了筹划南昌起义的行列 南昌起义的那一天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 他们那个武装 就是那个政府的武装 就 因为这边枪声一响的话 就这个 就值班师就打电话 就叫他 我祖父一直就跟他在一起 他就说 就是不要 就是说要拖住他们 没有他的命令 不能开枪 那么这样的话 就突出了当地的这个地方武装 所以后来以后 等到那个 完了以后 咱们就把他去的时候的话 他就 就叫他们放下了武器 1927年8月2日 江西省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 庆祝南昌起义胜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也随之在南昌成立 后来以后 这个江西发 这就是也被嫌为革命委员会的武装 而且后来还是带生长 以带生长的免疫 又发了这个 起义后 发了一些 发了个布告 8月5日 同样 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徐特利 随起义部队南征 一路转战于 赶南 闽西 当走到福建长厅时 51岁的徐特利 病倒 发高烧以后 后来到到长廷的时候 就被送到医院 你就知道 长廷医院的院长是 傅连璋 他是徐老发的高烧 还给他讲革命的道理 他是快30岁了 傅连璋 他都觉得好像他都没那么大的干劲 他说他都56岁的人 还觉得干劲挺大的 所以这个对他今后走 对他以后走向的革命道路 起了很大的影响 1928年 参加完南昌起义的徐特利 奉命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此时 朱德 赫龙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 已经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 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两年后的1930年 从莫斯科回来的徐特利 怀着兴奋之情 只身一人踏上了去往井冈山根据地的路途 在蒋介石第一次发动第一次围剿的时候 他冒着生病危险吧 晚上睡白天早 穿过了国民党的城中空出现 就是在那个 在第一次反围剿 合作张飞杖的那个日子里 他到了那个什么 到了那个苏区中央苏区 这样的话跟毛泽东和朱德又重聚到一起了 1931年1月 经过三个多月的敖战 驻守在江西井冈山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 以四万兵力 终于挫败了蒋介石 倾十万大军对其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此时 已经来到根据地的徐特丽 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教育俘虏 对于从事了二十多年教育工作的徐特丽而言 给俘虏上课 他还是第一次 当时就是我祖父就跟他们这些 俘虏来的一些人在一起 什么跟他们 叫他们弄那个洗了个热水澡 完了以后就是把军医给找来 给他们看病 人家都说他是一个跟着慈默一样的 也不讲什么 就讲他自己的现身说法 他把他的个人的一生的经历 是怎么样走到革命队伍来来的 从小 家里怎么接家庭是家庭情况 后来以后又怎么样 最后都到了五十岁了 都不得转过来 已经做了许多年教育工作的徐特丽 此时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由于深感红军队伍中的干部文化素质 参差不齐 徐特丽倡导组织了红军干部轮训班 政治教员是毛泽东 军事教员朱德 地理教员是东比武 历史教员是左权 我祖父还兼国文教员 平时特别艰苦 教员没有黑板 也没有粉笔 学生也没有鼻孽 什么都没有 教员就是用了木炭 在墙上写字 那么学员呢就是用那个棍子或者什么的 就在地上那么晃了 就那么显 红军建立一来吧 这是我们红军的时候 这些就是这些骨干这些领导 集中在一起学习的 第一次这么集中在一起能训 以后呢就是在苏区的话 就是什么红军大学呀 什么这个各种专业学校都都开始了 都就是有组织进行的 所以就是他们都都说 就是红军教育的源流 就从这里开始的 就从那个训练班开始 1931年9月 红一方面军在江西新国县周边迂回作战 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就在这次反围剿成功后不久 毛泽东找到了徐特利 请他在苏区开展适宜的群众教育 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 很快 一个针对苏区地方干部群众的 扫盲十字运动开始了 他首先是办了一期骨干训练班 在新国办的 90个人的骨干训练班 90个人骨干训练班的话 就是完了以后 把他们分到各个县 各个县里面就是 这些人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这个教育方面嘛 有一个什么呢 曾经也有过 这一个原则问题上有一个争论 这个争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主席说 主席吧 主张先叫成人 那么博谷呢 主张先叫娃娃 那么作为这个 我祖父他就是 因为他是 他办班是先叫骨干 多年以后 曾经在苏区采访过 徐特利的美国记者 爱德加斯诺 在他的那本《西行曼记》中 写过这样一段话 群众教育 在情况稳定的苏区 有了很大的进展 在有些县里 红军在三四年中 扫出文盲 所取得的成绩 比中国农村 任何其他地方 几个世纪中 所取得的成绩 还要大 这甚至 包括艳阳初 在洛克菲勒资助下 在定县 进行的豪华的 群众教育实验 在共产党模范县 新国 据说 百分之八十的人口 是有文化的 1934年10月中旬 中央苏区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 开始战略转移 长征开始了 57岁的徐特利 加入红军野战医院 中央工作团 成为了长征队伍中 年纪最长的一个 此时 他的学生毛泽东 却躺在了担架上 主席吧 就是说 他参加长征 这种情绪不太好 开始一直是担架 所以这个 每到一个地方 只要能弄了书的话 我祖父都帮都给他 而且很多的 总是 还有好多地方 给他就是 在休息的时候 都跟他有一些谈话 1935年1月 徐特利跟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队伍 来到了贵州 土地贫瘠 加上战乱平仁 展现在徐特利眼前的贵州 一片荒凉 贵州很苦 他进入贵州以后 那都是叫干人 所以这种干人 都没有衣服 我祖父当时就把一个 把他的那个 那个毯子 送给了一个苗族的一个妇人 苗族的一个路上 有他抱着一个孩子 都没有穿衣服 所以他把他的毯子 这样的话 所以他们老师 为什么那个谢老和徐老 两个人总是盖一个 盖半条毯子 是怎么回事 后来因为就是 他把他的毯子送完 他和谢老两人 两人举到一起 1935年7月 徐特利跟随长征部队 开始翻阅第五座雪山 打鼓山 此时 长征路上的四位老人 徐特利 董碧武 林博渠 谢绝哉 相聚在了干部休养年 这四个老人 反正就是在一起 反正谈笑丰盛 什么做寺寺 什么这些 所有人就上哪儿去打牙 结果他们一个人 都去挖野菜 干什么 后来都就上山去了 结果后来以后 听到那里 就领导就叫 大家都快来 大家跑过去一看 领导拿了一块 就是那种风干的 那种马皮 他一个人拿不动 所以叫他们都过去了 就是这几个老头 就是把这个马皮 就拉那儿去了 反正这些 跟他们一起的 什么警卫员的 什么这些人 就是用了血 拿来把这个马皮 都洗干净 洗了干净 找了个破罐子 来煮马皮 所以他们一边煮完 一边就在聊天 聊天完了以后 那个 那个 柴也这么烧啊 弄了半天 坑通一下 扑通一心 这个 那个锅没炸了 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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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的福气 到嘴边的东西掉了 1936年12月 发起给徐老周朔 周朔 作为当时的领袖发起 给周朔吧 这是没有的吧 所以就是 这次会议的话 就是收取了 大概有好多都是 那个贺信 贺词 什么这些 都一千多吧 是两千多 都有统计的 信中花报 标题最后的总结 就是周朔 狂热 狂热 是这样写的 在这次盛大的祝寿会上 毛泽东登台至词 深情地回忆起 30年前 徐老在长沙修业学堂里 抽刀断指 血书明智的那一幕 他说 正是从那一幕开始 自己才明白了 革命是什么 有一封信 就是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 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 你将来必定 还是我的先生 讲到他很多的东西 他是所有的 这些方便嘛 我都是愿意学习你的 所以讲话了以后 我祖父就 挺激动的 他有个集系讲话 我是一个 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我爱自己的家庭 我爱自己的妻子儿女 但是 国家 问题没有解放 革命还没有成功 国破家何在 此后的徐特丽 一直跟随着毛泽东 为革命和教育 而奔波着 使智不语 使智不语 USDT USDC 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 以太坊 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气理财 每日派息 随存随取 所以 我们下期 感谢观看